前一段時間我在微博 發現有一條熱手叫做QQ 20週年 嘩!不知不覺 QQ原來已經上線了足足20年了 你還記不記得你是什麼時候開始用QQ的? 由於是20週年 QQ還十分貼心地推出了一個叫做 QQ個人軌跡的東西 大家看完之後 相信你們的反應跟我都差不多的就是 嘩!我這麼早已經拆了QQ了 嘩!我用QQ用了幾千天了 嘩!我用過這麼老頭像嗎? 嘩!幾百個QQ好友 我又有這麼多朋友嗎? 然後見到自己曾經寫過的說話的時候 啊!救命 以前的我沒事吧? 說真的QQ擔心到現在都已經成20年了 對於很多用戶來說 他們跟QQ之間的年紀不是相差很大 所以某種程度上來說 我覺得陪我們這一代人成長的不是父母 而是QQ 因為父母都沒有陪我們陪的那麼久 那都是尊貴的QQ用戶 你們回憶一下 平時放我回家 如果老爸老母不在 你們第一件事會做什麼? 嘩!Q! 人在Q在! 要不是哪有這麼快就升上太陽 真的 然後就聊天 問問同學做完作業了嗎? 他就做完了 只是抄襪 然後 看看自己喜歡的人有沒有上線 一般他都不上線 那再看看群怒有什麼八卦可以聊 聊天下一八卦就開始私聊了 為什麼? 因為 有些內情只能懶惹 當然說 你這件事我只和你一個人說 你千萬不要和其他人說 沒有問題 你說我不是自跨 我最巔峰的時期 我搞搞 一直喱吐 喱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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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不是還會高人膽大 我跟你說過就不能撤回 一不小心發作對象你死直了 我们强大的心理素質和打字速度 就會在QQ培養出來 然後我們長大了 大了 我们就会开始注重 外表 所以我们会去买QQ手 每次跟人聊天 就是穿着烂鬼短裤和背心 整个体筒 所以每次一有空就会去看看 有哪些衣服是好看得来 不用钱的 没办法啦 只有过年那段时间才有钱充Q币 其他时间要省点花 等我们再大一点 我们开始恋爱了 所以我们就开始 写日志 发说 写火星文 那时候的我们 将自己所有的感情 都放在QQ的空间上 你想知道你自己曾经喜欢过谁 你去看你QQ的空间就知道了 其实除了QQ兽 QQ空间 我们以前还用过 QQ游戏 QQ宠物 QQ音乐 等等很多QQ的功能 我们以前也说过 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觉得 嗯 都是QQ好用 听说 现在还有很多朋友 都比较喜欢用QQ的 既然那么多人都在用 我觉得 QQ起码还可以玩多20年 说不定 我们当年开玩笑的 要将自己的QQ号 传给自己的子孙 真是可以成真呢 说真的 能够有一个软件 能够陪伴自己长大 真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因为它会代替我们 保留着很多回忆 我觉得 我们使用了 那么多QQ的功能 其实说到最后 我们只用了一个QQ功能 而这个功能叫做 QQ青春 QQ 就是我们的青春 你们记得 写下自己的QQ号 和QQ密码 以后老了 找回来 就看到自己以前有多笨蛋了 MING PAO CANADA // GORIRTP FORайт